哎哎你干什么 快点快点快点 来你快放手快把你抢孩子了 哎呀抱什么紧赶快去追 一定要把孩子给我救回来 杨长 还抢孩子走快跟我来 是副总的 杨长 你说不是那个女首父父亲吗 原来他就你给我闭嘴 让父亲知道孩子在医院救了 后半杯子就完了 啊 你们两个那边我这边 一定要抓住这个人犯 谁 小兔子的你去害死我 你 小兔子呢 天太黑了 没追上 你院长 现在怎么办呀这 院长你 父母呢 他们都是外地来打工的 现在去筹集中原费了 这就是父亲的女儿 行吧院长 你这件事谁能够去抓出去 烂酒鬼 我都一无所有了 你们还灭我 我这就死给你们看 谁这么狠心的 我这么小的孩子 谁都拉着 我都是将死之者的 还有什么能力管别人 妈 妈 妈 这是什么 我给你们为我的徐师 老天爷呀 你是想让我救下的孩子 孩子 我要好好把你养大 以后 你就是我的孙女 你也是我唯一的寡言 你就是 不要 别动我 别动我 念念 来 书包 谢谢爷爷 哎呀 你用用水 擦几你小时候落下的疤痕啊 今天是孝庆 预客班让我们每个人都要穿裙子 可是 我这个疤会让所有人都讨厌 念念 这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它的特征 你这疤痕啊 说不定 是你爸妈为的找到你特意留的记号 他们才不会找我呢 他们就是觉得 我有这个可恶的疤痕体质 才把我扔在垃圾堆里的 我没有爸爸妈妈 我只有爷爷 好 快去上学吧 啊 念念 这饭盒我漏在这儿了 啊 对不起对不起 你大事吗 留念 这是是丑人都做的 竟敢撞我们山姐 折腹副总的钱 就被你撞伤了怎么办 天呐 山姐这套致富 可是用刚硬改的效果 加武换的 被你弄成这样 快让山姐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可以帮你洗干净呢 不是故意的 当下有用吗 你知道不知道该洗肺都要五天 就你那个穷鬼爷爷 干嘛起吗 不认识你们这么说我爷爷 好了 你们别吓到刘念同学了 我们不是想要污辱你爷爷 我们是想要 黑狗你 你们几个在干嘛呢 你们几个在干嘛呢 我老师 刘念 我不是明确通知过了吗 今天是校庆天天日 所有学生必须穿礼服 女生必须穿裙子 你怎么还穿着裤子过来呀 说起来 入学以来 都没有见过刘念同学穿裙子 兴许是人家家里穷 买不起礼服裙子呢 我们隔温国际预课班 可是顶级教育机构 能进来的都是名流之后 一套制服 就是他们家一年的收获费了 刘念是这个原因吗 你是套招生 有困难可以直接说 不要为了面子 忽然违反温哥国际的规定呀 老师啊 刘念同学的衣服钱我出了 麻烦让后勤处给他安排一套裙子吧 还是珊珊同学大方得体 知道盘见同学 我爷爷会给我买的 才不要你们试试 刘念你什么意思 丁山好心给你买裙子 你还不领情 就是你爷爷给你买的礼裙 我看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吧 就别传来预课班丢人了 林山同学不愧是副总抓的裙子 格局大大方的送你裙子 做人呀 我懂得改的 是吧我老师 孝董副总 副总您来了 小姐的DNA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它没有遗传您的疤痕体质 真的 疤痕体质 副总您这疤是 是我不小心脑破皮留的疤痕 只是脑破皮就留这么严重的疤痕 这就是疤痕体质 一个罕见的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简单的说就是传女不传男 一千万个人里头也只会有疑力 但是有这种体质的患者 哪怕身上一个小小的伤口 在身上也会反映出 巨大的疤痕 我怀珊珊的时候啊 就每天求神拜扶 祈求她不会遗传伤 谢天谢地 我的珊珊如此性命 副总 小姐没有遗传上您的疤痕体质 其实并非幸运啊 不是因为幸运 那是什么 副总啊 小姐 恐怕不是 您的亲生女儿 什么 刘念 我不管你的礼服怎么解决 今晚典礼必须穿上 否则就不要来参加典礼了 哎 哎 你们还想干嘛 整个格温国庆 敢拒绝我的人 刘念 你是第一个就是给脸 不要脸 也不知道校长怎么想 让你这种下等人跟我们一般 因为学习好 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吗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自视身高的好学生 什么叫 是因为我的努力学习 祖敌 你们这种穷人的努力 在我们眼里一分 既然你这么教 那我今天 就要把你叫踩在脚下 你觉得干什么 别人教学 我只是想让你帮我试一下 这个脚平方的温度 那给我按出来 不要 不要给我 你不要害怕 你就帮我试一下吗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看开玩笑的 你看给他吓的 胆小鬼 就是一点玩笑都看不起 怎么会这样 福多 我记得小姐出生的时候 医院里发生了人犯子偷走女营的事情 而医院里却表示 是外来务工人员为了逃避调查 他们带着女儿跑了 而那对夫妻的女儿 同小姐是同一天出生的 是说被暴走的是我的女儿 那个大大包机的医院 因为怕我追究 所以偷拢转奉 是一定真可怕 黄国人 副总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找到我的女儿 副总 小姐出生的医院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这件事情 恐怕需要一点时间 我不需要你给我找任何理由 我只有结果 是副总 不知道 小姐身上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我女儿刚出生就被偷走了 我甚至她连长什么样子 都没有看到 是属下试验了 副总 你看 我这边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教授有情之说 您的亲生女儿 可能会遗传您的疤痕体质 这或许就是能找到 您亲生女儿的唯一的线索呀 毕竟按照这千万分之一的概率 如果您的亲生女儿 还在江城的话 那么整个江城 患有这种疤痕体质的人 几乎只有你们母女二人哪 你说的对 那就麻烦你 跟我的助理详细的说明一下 这个病的情况 我现在想一个人亲一亲 真是讽刺啊 刚刚我孩子祈祷我的女儿 别遗传上我的疤痕体质 转眼间 这遗传病 反而成为了我找到它的唯一希望 我可怜的女儿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过得还好吧 哈哈哈哈 我不要 不要不要 我不要 你这是什么呀 没没没什么 怪不得你这么穿去 是不是身上有好多发力 你这疤 该不会是你住在垃圾堆里 被老鼠咬的吧 平时都觉得你臭乎乎的 可细死 我们大家好心帮你 结果你不少感恩人 就是得自信一点 我们把这个东西拉去降势 给同学们好好看一看 展示展示走 咱们看看天姐 爷爷 天姐 爷爷 也好 我带半壁了 爷爷来给你松半壁了 刚才怎么闹头成腾的 怎么回事啊 爷好 我们是念念同学 我们刚刚正罪和念念玩呢 那么 哈哈哈 爷爷 你可惜很小心点 年龄大了要注意讲笑的 来 走起来啊 小心 哎 你又是捡费品了 是 爺爺 这么有出息能靠上了国际浴科班 爺爺 一定为你攒够学费钱 人老了不中用了 换了块也摔坏了 没事的爷爷 我一顿盘没吃没关系 我一顿盘没吃没关系 没事 爺爺给你拿钱 别为了省下热了肚子啊 把他 念念呐要跟同学们相处好 我感觉这个小姑娘就挺好 跟他交朋友 爺爺您放心吧 我们跟念念是好朋友 我们一定会好好相处的 那就好那就好 爺爺走了 爺爺我送你吧 你回去好好学习我自己能行 别人慢走 放开我 刘念 你刚刚惹我非常不高兴 我妈妈可是掌管着全国上架五百万人口的饭碗 你要是惹我不高兴了 你跟你爷爷 你都得了 上 林山你够了 啊谁啊 狗狗吃了 林山你够了 啊谁啊 狗狗吃了 我 表哥 在呢 教堂子兄学长 天三学吧一直考第一 还是篮球队队长 是帅爆了 我可没有你这么厉害的表 张嘴需要饿死你 学长我让你说话了吧 我给教授去 谢谢你不用谢我不是在帮你 我只是单纯不喜欢那个你 谢谢你 衣服我会洗干净还给你的 不用扔了吗 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玉克班 说什么 林山他们会天天欺负 况且你有疤痕体质 你也不想被林山知道之后 回你如何吧 你怎么知道我有疤痕体质的 你 看看到了 下次要是伤到的是脸 就没有救了 而且 这里本来也就不是你这种人该定 我这种人 我是哪种人啊 穷人 这里都是自以为是的富二代 他们会天天欺负 你是没有容忍之中的 做人 要有自知之理 我编户 只为我求 只要被你们欺负 就因为我求 我就要离开玉克班吗 不走 才不会 像你们这种人低头 我一定 会好好学习 让我爷爷过上好日子的 我怕 我什么刚才欺负我 紫生你站住 什么呀 一哥哥又怎么起来 他要懒脚打我 你看都肿起来了 什么肿起来 嗯 紫生 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你妹妹呢 来 没事你先去餐厅 我让人啊 给你准备你自己吃的糖糕好 哼 紫生 你跟珊珊是兄妹 从小一块长大 为什么你这么讨厌她 从小到大 你就没有给她好脸色看过 你不知道她有多崇拜你吗 第一 我不需要她的处外 第二 她又不是我 所以我不可能给她好脸色 紫生已经知道了 这怎么可能 贫心低劣 肇事欺人 仗着自己是首富前进 整天就知道欺负同学 难道姑姑就是这么教育她呢 啊 原来这孩子是说气话 紫生 所有人都觉得珊珊正好纳昂 只有在你眼里 他是个坏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错的人是你的 我亲眼看见她欺负同学 难道是我的错 姑姑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别人都怕得罪你 所以 才昧着良心 说她是优秀的女孩子 这件事不许再提 你去试试礼服 今天晚上 你们预科班的校庆晚会 我答应了校长会出信 不用了 一个江城小预科班的校庆 我没兴趣 刘念 刘念 就是你害我被表哥讨厌 虽然知道了珊珊不是我亲生的 但十八年终归有感情 况且 一想到她的生命 白白丢失了你了十八年 我就为霸占了珊珊这十八年 感到愧疚难了 刘念 一个伤疤而已 你不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不要怕 这个女生就是我自住的那个特招伤疤 也不知道我的女儿 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她有家好好上学吗 还是说 已经不得不出来打工讨生活 妈 妈 你眼睛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有点过敏了 副总 晚会开始前 股东们准备开一个简单的会议 研究一下讲学音如何发放 您看 是旁边 珊珊 你先跟同学们去玩吧 我跟校长他们开会 好 我让你们准备东西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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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准备好 我今天就要让她留念什么了 他如通的量 你知道吗 他爷爷捡拿起来 能买得起礼服呀 就不做了 有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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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谁又在捣乱会场 刘念 怎么又是你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蟲子 我真的有蟲子 什么 蟲子 那可不得了了 同学们 我们快帮帮刘念同学吧 你们这是在捣虫子吗 快起来 都停下的 看刘念同学好像真的被虫子咬到了 我们作为同学的 一定要帮帮刘念同学 独虫 再往衣服里面钻 天哪 那我们赶紧帮他把衣服脱了 把独虫抓出来 刘念同学 你被虫子咬了 你再坚持一下 同学们都帮你想办法 对吧 对对对 老师 您觉得呢 同学之间就是要互帮互助 一下同学做的很对 同学们 我们赶紧摸摸刘念同学 把童子给找出来 赶紧把他衣服给脱了 找童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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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不走 这位就是拿到今年奖学金 刘念同学的家长 刘福生 老爷子 您好 太感谢您了呀 要不是您的奖学金呢 我家念念 那一扣我捡的那些废品呢 我怎么交不进圆费呀 哪里话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有您这样一位为他付出的爷爷 实信 校长我们去礼堂吧 正好我也想记得这位刘念 好 天我走 放开我 放开我 要干什么 你的腿 林郑道学 你没事吧 我不要你嫌好心 珊珊 别别别别 刘念同学 林珊同学关心你被虫子咬 你怎么把他给推倒了呢 什么关系 他妹妹在欺负我 欺负 你说谁在欺负你啊 他 妈 刘念他在诬陷我 刚刚明明就是他被虫子咬了 他刚刚吓得 都在地上打火 大吼大叫 我们同学都想帮他 是你欺负我 你们把虫子扔到我身上的 刘念 你说话要讲证据的 我证实 刚刚珊姐离刘念好远 是听到他被虫子咬了之后才过来的 我也能证实 我也可以证明 我们都在帮助刘念 对 我家念姐他不是这样的人的 爷爷刚刚就是 他们把虫子扔在我身上 然后还让他的两样哥们把我的挖 困扰我猪虫 是这样吗 副总 我不知道刘念同学为什么这样说 但是刚才的确是深深在帮助他 你刚刚看到里面就不是这样的 刘念同学请你谨言顺行 我刚才看到的就是事实 你不要再无力去闹了 老师啊 这这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家念念他不是这种人的 刘念就是无限临山 老师都说了我们是在帮他 对别约好人 大家都安静 那位师傅 我 对就是你 麻烦你过来一下 师傅 刚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都看见了吗 我看见 好 那你说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刚 别紧张 说实话 有我在 没人能为难 我刚刚看到就那位林同学 他在很热心的帮这个刘同学 抓钻到衣服里的虫子 你也帮他们 现在事实都很清楚了吧 很清楚 很清楚了啊 对 很清楚 刘念同学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 我们家珊珊好心帮你 反而被你推倒在地 还有加以诬陷小小年纪 怎么就学会撒谎了呢 我没有 副总 我家珊珊他真的不是这样的人的 好 死不悔改 校长 我资助的奖学金 就被你颁给了这样一位 品学兼优的学生吗 看来 我高估了你的管理能力啊 副总 您不要生气啊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一定给您和林小姐 几个交代 刘念同学 赶快过来给副总当现 否则 离开我们 为什么要让我道歉 我妹妹什么都没有做错 我是刘念的爷爷 我替刘念给大家赔不是了 对不起 对不起校长 对不起老师 同学们 对不起啊 爷爷 妹妹是咱们欺负的我 爷爷是相信你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刘爷爷 您这么包庇您的孙女 以后 他只会走成歧途 刘念 你必须给山姐道歉 我不 刘念 做错事了还不承认 那我就按校规处理了 对 开除了你 不要开除 不要开除 走 校长 我给你们跪下了 求求你们 不要开除我家姐姐的 他学习好 精华又孝顺的 你 我 不要给他们当钱 董燕色 你真喜欢 来 我家姐姐 他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求求你们 不要开除他啊 这里一定是有什么后悔啊 刘念 你看你把你爷爷都逼到什么地步了 你还不知悔改吗 只要你真做 我可以再给你吸回 明明我没有做错 为什么我要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承担责任了 这不公平 公平 珊珊帮你抓虫子 你不仅推倒他 还有冤枉他 这就是公平吗 欺负同学就应该道歉 不道歉 就应该受到惩罚 这就是公平 就是 这就是公平 我们格问国际语课班 没有你这样 这种人就不配在他学校 对 把他赶出去 快把他赶出去学校 妈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让大家停手 他们真的好可怜啊 还是三姐大度 三姐 刚刚他还催你呢 珊珊 你有没有受伤啊 真 副总 在预可班 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够了 表哥 子生 你不是不来了吗 不来 我怎么看着这么好的一出戏呢 今晚的安排好了吗 可别让我失望啊 我要让那个刘念 出镜 阳 像 人多欺负人少 玩吗 子生你说什么 是你妹妹被欺负了 姑姑 一个贫困身欺负你副总的千金 有可能吗 傅子生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只是想让姑姑别偏袒临山了 要弄清楚事实真相 免得他出去给我们父家丢人 妈 算了 我不想你和表哥因为我在吵起来了 没事 麻将也有数 子生 在你面前全是任正 难道他们都联合起来 一起冤枉留念吗 任正 姑姑说的是 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同学 还是搞不清楚事实真相的校长和老师 又或者是那个靠着你发工资的校工啊 父子生你太过分了 他们是你的师长和同学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们 如果你没有证据 那你就必须跟他们道歉 证据 我当然有 你 手机拿出来 拿出来 结束 欺负别人的人最喜欢陆时平安 真相到底怎么掉 你自己看 这 珊珊 这怎么见识 妈 我们是真的在帮她抓虫子 抓虫子 需要一帮人这么暴力吗 我又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这虫子怎么抓 我从小到那你也没有教过我呀 确实 我们家珊珊 从小就被保护得太好了 她根本就没有见过渡虫 姑姑 这么往别家的理由你都信啊 这件事熟是熟非 一时半刻也不好分辨 但有一件事情必须追走 好好的预科班平白无故怎么会出现毒虫呢 校长 这是你的管理不利 为学生的身体健康埋下了很坏 副总 我们预科班可是卫生达标单位呀 这个一定没有虫子爬进来的 我知道了 都是你呀 你没有把卫生达到身体干净 就是你 校长我我我每天工作很认真的 真的你个千万别开除我 够了来回这么踢皮球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们都没有错 那独处哪来的 当然是有人故意带进来 丢到刘念身上 紫生说的对 谁这么大胆子敢如此捉弄同学 你们现在说出来啊 我可以从困发落啊 你 直接 报告校长 我在他身上找到了放虫子的小名字 我就是拿个玩具虫子 我就是跟刘念闹着玩的 你靠大胆胆子敢如此捉弄同学 我给你记大过准分留校查看一周 严严的你没事吧 快告诉你 你这蹄子要是被虫子咬伤了 那可是要留大巴的呀 什么体质留好大的疤 我没事没事没事就好 啊等等老爷子 请你告诉我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 刘念同学是什么体质 为什么被咬了会留好大的疤呢 爷爷 我的衣服都脏了 你先去换衣服了 好 副总啊 校长 那我们就先走了 副总 晚上还得给刘念发奖学金呢 先让老爷子我去休息吧 啊 奖学金直接发给刘念 形势就免了 谢谢副总 让我们就先走了 副总 今晚的事您看 晚宴取消 你自己去处理吧 不然的话 董事会可以追究你失职 啊 山山我们先回家了 妈 哥他刚就走了 妹妹 干什么 爷爷 我方便和刘念单独书记去划吧 哎 念念 爷爷在前面等你哦 嗯 你有什么事吗 刘念 我看上你了 什么 什么 你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 你居然有胆子和林山硬碰硬 我很欣赏 跟我合作吧 我们两个人 一起接下林山的虚伪的女巨 不要让她 彻底脱迷我 那家的圈子 我不要 不想在这更多的麻烦 你以为 你不去惹麻烦 麻烦就别对自己来招聪 我可是很有诚意的 为此 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领路 底误 是个是我的 我给你读一下啊 2024年的三个月 第一 希望一年以后不用再紧打 第二 考上大学 第三 希望以后每一个下雨天 我都不用再独自圈子 这三个愿望 我都可以帮你实现 你这个变态 你从哪里来到我的同学路的 把他还给我 还给我 还给我 你要是不和我合作 我明天就把同学路 提到预科班的告示栏里 让同学们都知道知道 什么叫少女四春 我 我只是想找到一个好朋友而已 才不是什么少女四春呢 你也欺负我 你们这些有钱人都一样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的没错 所以我跟林珊 你选哪一个坏根心 嗯 嗯 我选你 三姐昨晚你没被安娜吧 我昨天晚上跟你使眼神 你帮你这什么 那那你就不胖 三姐 我就是一只糊涂 我们这就去帮你保抄 我们俩走 对 我们现在继续给你出现 走 刘宁 你出了 早 我 我 你 你 我来讲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少了 留念是我的人 從今天開始 誰要是找他麻煩 就是找我麻煩 特別是你 林山 聽見了沒有 我問你聽見了沒有 那就 我問你 我問你 哎怎麼幹嘛啊放開我 放開我啊 你們你們到底想幹嘛 仁彥 你到底對我哥下了什麼理道 哎以前從來沒有對人這麼好 你舒服 有兩個這麼臭 還這麼會長可憐讓他可憐 你到底跟他什麼關係 明明我才是他真人呢 我和他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啊 聽說 你這個八個體質 一直說病妹 而且 還看我正不認真做的病妹 沒事吧 我 我 我有閃道去醫院吧好疼啊 放心吧 會有人帶你去醫院 喂 黃河河 你趕緊來學校 送我們的千金大小姐去醫院 要是在我們這邊 傷口罩你 哎 痴痴怎麼樣了 路總小姐的右手只是扭到了 靜眼一段時間就好了 這麼嚴重 子聲 這是你弄的 你瘋了 他是你妹妹 你為什麼這麼對他 哦骨子 你問問這個好妹妹 事情前面 您的事 那 我那天去找刘年 我想跟他把事情解釋清楚 結果誰知道哥他突然就冒出來了 他說刘年是他的人 我要是欺負刘年 就是跟他做罪他要教训我 林山 現在還敢污衊到我頭上了 都別吵了 汪老師你說 那個副總 子生今天確實跑到山山和劉念的班上 說劉念是他的人 還幫助讓山山 子生你還有什麼話說 我不知道你跟那個女孩到底什麼關係 但你是哥哥就不能幫助外公 今天要不是我進食感到劉念就毀情了 毀容你也太誇張了 山山用什麼讓他活啊生氣呢 就一根圓珠筆 一根圓珠筆能造成什麼傷害啊 哥哥你還記不記得你們附加 那個遺傳體質 劉念跟你一樣都是疤痕體質 只要用筆在臉上輕輕一出 他就滾容了 你說什麼疤痕體質 你說劉念和我一樣有那個遺傳病 對 山山紫生說的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能做什麼的 汪老師你呢 副總 我也從來沒有問過這麼嚴重的問題 是 紫生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看到過道山山傷疤 跟他確定的 傷疤可能是任何原因造成的 而且那個女孩 可能是誇大其詞呢 好啊 為了偏袒龍山 副總擺真什麼道德都不像 你 哥哥 哥他好像很神奇 珊珊沒事你先回家 國盛送小姐上車 得了嗎 我還有許多客人 好 去吧 那咱咱咱 一千萬個人到這 才會出現一個的代理 還跟山山年齡差不多 這會不會太巧 副總 要是沒什麼事的話 我就先回去忙啊 我 郎老師 我需要你幫我拿一下那個留意念的檔案 啊 麻煩你快一點 哦 好 走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他跟珊珊 居然是同年同年同年生 副总这是怎么回事啊 黄老师 不该问他不要问 哦 死伤无视性口胡说的人 他说留念 跟我都是疤痕体制的人 说不定是真的 副总 要我现在去把零件找过来吗 不 不能 不要吓到他 上次 已经和他闹得愉了不愉快了 万一他真的是我的亲生女儿 这样我们去玉合班门口等他 等他放学 然后你就磕磕戚戚的叫他上车 不要为难他 也不要惊怒其他任何人 知道吗 好 如果他不愿意就 就算了 改天再劝 你劝到他 愿意为之 不是 我的女儿 真的要回来了吗 任念同学 我们副总找你一点事情 请你跟我过去一趟 任念同学 听说你有疤痕体制 是真的吗 嗯 副总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 听说是在腿上 能让我看看吗 你放心 我没有恶意 这什么 副总 有个突发事件 有任何事情都一共在说 副总 真的十万回忌 是关于小姐的事情 什么 什么 刘念同学 你能在车里等我一下吗 我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 嗯 谢谢 这个副总今天好奇怪 怎么对我这么客气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的人找到了当初在医院的那个人贩子 什么 人呢 人贩子人呢 我们的人已经追他上了天台 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 要求和您担命谈 否则 否则他就跳楼带着小姐的秘密永远消失 走 我没事 先安抚好人贩子 说我 说我马上就到 你让司机先送刘念回去 我们立刻出发 是 你 啊 副总怎么离开了 这位同学 麻烦你将你的地址告诉我 副总分负了 让我送你回家 有情人真奇怪 谁该把人叫过来 把人家 不用了 我自己回家 你们你们别过来了 再过来 我就跳下去了 你冷静一点 别再过来了 我们副总到了 好 我答应你 怎么样 你现在愿意相信我了吗 你快告诉我 我亲生女儿的下落 当初你把她拐走之后 你把她送到哪了 你 你是他当首付 竟然会求我 你有什么要求 你尽快提 我求求你 你快告诉我女儿下落 好 想知道 女儿的下落的话 就给我准备五百万 然后再给我一辆车 不然 你这辈子 就别想知道女儿的线索了 好 我答应你 你别激动 快去准备 你 你是唐唐副总 应该不会撒谎吧 不会的 你快告诉我 我娘到你在哪 当时 我想把孩子卖了 拽一笔 谁知道 刚出医院 就被人给围上了 我就带着那孩子 到了 到了那什么 什么山的垃圾场 是白云山吗 对对对 就是那个 什么白云山垃圾场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那孩子 你这么想说 我怎么听得见 那孩子一直哭 我 我也没办法呀 我就把他 扔到了垃圾场 埋得起来吗 什么 老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说了 就放我走 钱 改天去我就行 放下 拿着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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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说了 就放我走 把他送去吧 哎 副总 哎 你 你答应过我呢 啊 你答应过我呢 少废话 把他带走 啊啊 副总 我们还要不要回去找刘念 我现在只想回家 刘念 他怎么会从我家车上下来 你谁呀 你抓我干什么 林同学 我 我是 咱们预科班的清洁工 清洁工 快点 你找我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要不然 要不然我让校长看什么你 像 实在是太像了 那像什么像啊 你到底找我干什么 哦 哦 那个 林三同学 我找你确实有事 你看看这个 这什么东西 你看看你看看就明白 这道具是什么东西啊 我是你爸爸是 爸爸 爸爸 哈哈 我是首富之女 我是首富天天 我怎么可能是你这个臭 精洁工的女儿 神经病啊 你 假的 肯定是假的 一定是有人哭意想要报复我 我哥 我哥在这儿折磨 一定是这样 肯定是这样的 我去找我妈妈高中 我要找我妈高中 副总 小姐的事 之后我们该进办 温厨那个人渣 认我女儿的地方 我要去祭奠她 那 珊珊小姐那边 珊珊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这么多年 她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在找到她父母之前 这件事 还是先伴着她吧 来 我怎么可能 我是舍父的亲亲 我怎么可能 我是舍父父亲的女儿 珊珊 你别哭 你跟踪我 我没有 珊珊我 我不允许你偿舍 我不允许你偿舍 李小姐 我 我只是担心你 你担心我 你是想毁了我吗 你想毁了我所有的意见 你担心我所有的意见 这什么可能啊 珊珊 你是我亲规矩 珊珊 如果你不是我女儿 你们 你们的欺负留恋 我肯定不会不管的 如果你不是我女儿 我也不会 替你座位上 去无限留恋 如果你不是我女儿 你怎么会和我过世的亲子年轻 说一模一样 你别说 我不是你的女儿 我是舍父父亲的女儿 我是舍父亲 就我必须你这么说 我不是你的女儿 当年你愿意告诉我 你被拐走了 我就找 我一直找我一直拐 我大了十五年呢 拐了你们一刻吧 我用影片去打了花卫工 我就趁机去查学生档案 我发现出生日期 符合的只有两个人 我就收集了你们头发 偷偷去做了亲子鉴定 两个人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谁啊 那个就是刘念 刘念 是他 王超 王超 你跟我说 当年我被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啊 当年 你和附中的女儿 是同一天说的 人犯人把附中的女儿给拐走了 是医院的 就是你一份附中的女儿 他告诉我 女儿丢了 我女儿丢了 他们真是该死 真该死的 先生 你真是我女儿 真是 难道 难道刘念才是妈妈的精神医院 他还有八分体质 这怎么可能 那个穷鬼 不会吧 哥哥他从我家撤下来 难道是因为妈妈也察觉到了 怎么办 难道让我和这个清洁工生活一辈子 老嫂 你 还有没有留念的头发啊 有 怎么了 行 老嫂 不 爸 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你拿我妈的头发 还有留念的头发 赶紧你去做个亲子鉴定 副总 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好 要不 还是回去吧 不 我今天一定要来祭奠我的女儿 副总 这就是人贩子供述的地方 妈妈怀你的时候 就答应过你 要给你买好多的洋娃娃和花裙子 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 就像是花仙子一样 国盛 你看 那 那这边是不是有棚屋 副总 棚屋外晾着衣服 似乎有人住 快 快跟我一起看看 你好 请问你是 副总 刘念 念念 来客人了 啊 副总来了 贵客贵客 快快快坐 我这太脏了 还是 委屈 副总 站着吧 没事没事 我来呢 是因为 是因为 巧合 对 巧合 你们父女俩 在这里住多久了 不怕你笑我 在这个破地方啊 住了18年了 18年 爷爷 这里不是什么破地方 这里 是我们的家 对对对 是我们的家 那孟妹的问句 你家里还有别人吗 刘念的父母呢 我就是一个老光棍 念念呢 是我捡来的 所以 所以刘念是 我是爷爷的亲孙女 以后我还要给爷爷养老的 哈哈 副总啊 念念呢 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18年前 12月25日 那天夜里啊 我一辈子都能忘啊 要不是念念呢 恐怕 我早就死了 12月25日 12月25日 就是我女儿出生的一天 老爷子 你能不能给我多说一点 您和刘念相遇的故事啊 副总 你怎么对我们的事情 这么感兴趣啊 啊 我只是好奇 毕竟刘念是我自助的学生 难免 想多了解一点 好好好 那我得好好说道说道啊 副总 念念呢 是个苦命的孩子 爷爷 我的命不苦 我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 副总啊 18年前 12月25日 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日子 生意破产 自侵背叛 家破人亡啊 本来我想一了百了 我正打算喝药的时候 这垃圾堆里一声啼哭声 唤醒了我对生活的希望 那一刻啊 我就知道 上天不忍心靠我死了 交给我一个使命 你个人让我 坚强活下去的理由啊 所以刘念 刘念是你从垃圾堆里 是啊 当时啊 我捡到他的时候啊 他这腿啊 会划了一道疤痕啊 这血啊 就一直的流啊 这眼看 眼看 就没气啊 这要是他妈妈看到了 血液多疼啊 他们才不会心疼呢 他们把我抛下 爷爷 你不用在副总面前 替他们说话 刘念不是这样的 你作怪妈妈了 副总 你说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刘念 你可能错过你妈妈了 这天底下 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呢 副总 是这个意思啊 哎 是啊 是啊 这里面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也是 这么劝念念的 或许啊 他的妈妈 一直在苦苦的寻找到的 我不信 我恨死他了 他把这个可恶的 拔痕体质遗传给我 他狠心的抛下我 别狠了 拔痕体质 时间地点 所有事情都不合了 刘念 肯定 肯定就是我的女儿 刘念 你能不能给我几根 你的头发 为什么 我是想啊 如果你的妈妈 一直在找你 肯定已经报案了 现在警察局 都有学任的大数据 拿你的头发 去做DN检测 说不定可以在数据库里 找到你妈妈的信息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上个月就有一个这样 被找到男孩 念念 快 快把头发给副总吧 可是你找到亲爸亲爸的希望啊 爷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找到他们 从他们抛弃我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是我的爷爷 你才是我唯一的亲人 念念 我知道 你心里有委屈 可是啊 你爸爸妈妈找了你十多年 你也肩熬了十多年 爷爷 老了 就是想看到你幸福啊 不会啊 你就 听爷爷一次好吗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动用我所有的资源 帮刘念找到妈妈的 拜托了 我 国舍 立刻拿刘念的头发去做亲自截定 我要最快时间出解控 你们的检测报告 我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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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 你别动 好我不碰你我不碰你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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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猜说为什么 这时候就是 我也想去哪里去了 小学 你别那么悲观 你不懂 小学 你听我说 副总不是还没找回她亲生女儿 只要她一天不找回 她就绝对不会亏待 说的 副总 您和刘念的亲自检验报告 出来了 老天天 千万不要再让我失望 怎么会呢 怎么会是这样 国舍 这报告是不是弄错了 刘念怎么会不是我的女儿呢 她所有的经理都吻合的 副总 也许 是一个巧合 那刘念那边 我怎么说 你决定吧 小三 你听我说 副总不是还没找回她亲生女儿 只要她一天不找回 她就绝对不会亏待 都大概下班了 还喊过来 谁是谁这么着急做亲自检听 就不能等等吧 哎呀你就别发牢骚了 这可是副总送来的样子 二十万加几费了 有钱 你不乱二十万 坐 完了怎么办 副总教师费样子送过来搜捐饼了 就那几个月出来我一生就完了 就是他留年了 几个月出来我全完了怎么办 小三 你你别烧气 老曾 你说的才 只要我妈没有找到青春娘 我就还是不值得大小姐 对 这么要么跟我 他们就找得出来 老曾 会帮我的对付 爸 帮帮我 我不想说困难了 来起来起来起来 山山 只要是为了你好 我什么都打死 山山 怎么样成功了吗 算得好 太好了 那你现在就是名副其实的副大小姐 这还只是个开始 想要一朗有益 他留念就必须永远消失 要他消失 对永远消失 只要他存在的一天 我就可能在他家里出门 那他你想让我跟你过求日子吗 你别忘了 今天我面临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 珊珊 是我对不起你们女儿俩 喂 你好 请问换我找亲人的事情 有消息了吗 抱歉 刘年同学 你的头发样本 我们送去接线了 但是没有在书记库里 找到跟您匹配的信息 我们会继续留意 你有消息 就通知你 反正 永远没什么头期待 在干嘛呢 你怎么怎么没有声音呢 是你自己注意力不集中 你要是一直这样 考试怎么拿第一啊 拿不了第一 就拿不了奖学金 你就会被迫退学 你放心 这次考试了 我肯定拿满 等一下 你又干嘛 等一下 你又干嘛 嗯 这是什么 大家看看 那你为什么送我这个 上次你被临山欺负 我没有及时阻止 这个 暂时给你的补偿吧 那我就 永远收下了 高试豪加油 可别差我太多 毕竟 以前我都是满分的 定义 你放心 什么说话 说我坏话呢 说我坏话呢 啊 没有 走吧 吃饭去 我订了个餐厅 可是排了一个小时 对才拿到的预料 那 一定很贵吧 所以你得快点 浪费一分钟 就是浪费一千块 嗯 你不去 不去啊 不去那可就浪费了我一个餐位 我想想 餐位费 是乞官来这 谢谢你啊 你好好考试就是对我最好的谢谢 恭喜你啊山姐 考年级第一 建议了那个刘念 竟然 不不不 山姐考第一本来就是这对呀 山姐以前只是不屑于和刘念比 这次生机不仅是第一还是满分第一 这才是山姐的实力 对啊 就像紫生学长一样满分第一 这么快是和有一个素质 就是 再看看那个刘念 他之前考的那么好 该不会都是超的 差不多行了 他怎么能跟我比 我们附加的基因是他一个简破烂的 嗯啊 四生 发什么呆的 你不是要去看排名吗 认识你这么久 第一次见你这么关心成绩啊 我看 没意思哎 你这人什么毛病啊哎 各位同学 此次试卷引发 大家好好看看课题查了补缺 再接再历 本次考试 林山读学不仅获得的年纪第一 还是预课班第二个满分第一 大家掌声鼓励 刘念同学 一次考不好没关系 你也不用太难过了 我看看呀 真是嫉妒 说不起呗 他最骄傲的就是他自己的成绩了 现在连成绩也比不过山姐 肯定是 报房了吧 大家安静 刘念同学是这样吗 是你一直是第一 但这次林山同学成绩超过了你 你应该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下次争取努力考好 而不是嫉妒同学成绩比你好 小师 刘念你怎么回事 老师这个不是我的试卷 刘念 这试卷上清清楚楚写了你的名字 你怎么说这不是你的试卷 这个试卷上虽然写的是我的名字 但是答题卡不是我的 第三道题 我明明选的是c 但是答题卡上选的却是a 这里面 肯定有什么问题 有人有人有人调换我的答题卡 有人有人调换我的答题卡 林山 是唯一的门 林山 是不是你 是你调换了我的答题卡 哦 我懂了 老师 你也认可我的判断是吗 刘念 是 老师承认你成绩是一直很好 但是 这次林山同学的成绩超过了你 你应该好好从自己学上找问题 下次争取考好 而不是因为嫉妒同学 编造出林山同学调换你答题卡这样的宝宴来 是的老师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试卷真的不是我的 我才应该是满分 我还说我应该是全是第一的 这个世界上 就你聪明了 那靠哪个人 对 我看呀 你就是嫉妒山子 家里 学习好 仍然好 我叫你 妈妈 有你们这样对待同学的吗 刘念 你口口声声说 这张试卷 不是你的试卷 是林山调办理的试卷 你有什么证据的证据 我 我们可以去看监控 看看 在说了时间之后 林山 有没有 在进你的办公室动什么手脚 就知道了 林山 有没有在进你的办公室动什么手脚 就知道了 行 我现在就带你去查借口 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林珊 刘念 现在跟我到办公室 我也去我也去 刘念 要是再看不到证据 我会将你的行为如实上报教务 取消你的考试成绩 并且申请开出你的学籍 啊 哎呦 发生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没看到了 没事四叔叔 你帮我把睡觉都当喝了 啊好好好 怎么样刘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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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刘念 欺负口服了吗 我回到办公室之后 直到试卷批改完成 才离开办公室 我保证 在这期间 没有任何人进办公室动手脚 特别是林珊同学 他甚至都没有在监控里出现了 不可能 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监控啊 刘念 你还在狡辩 现在跟我去交注 老师 让我跟刘念同学说两句吧 还是林珊同学担心 家庭环境啊 真是太重要 我给你烦 Pete 他 directly 都会哭 给你碰上 没有事 妻都会 explained 劉妻 你ces 一百我 一百我 habe man män 老师刚刚还自己承认了 这是他换我的答题卡 到现在还在学服婚人 我没有 刚刚我也没有推他 是他自己倒过去的 老师 我刚刚跟刘先生同学说 这次没有考好 我们下次再好好比 你再好好考就是 结果他突然他就生气了 他就退我他就撞我 李先生 你为什么要害我呀 考生长 那里是预考班 还是参业长啊 发生了什么事 校长 您来的刚好 校长 我们革温国际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刘念同学 你诬陷他人 还出了伤人 按照校规 取消你本学年度的 全部奖学金 校长 刘念的奖学金刚发放 就抵抗了本学年的学费 您要是取消的奖学金 那他的学费 学费是小 教书育人要讲底线有原则 这件事的性质很严厉 刘念同学院 不要承担他所犯的错误 刘念 给他记打过 丢下我查看出来 你还有啥说的 校长 明明这是他先电话呢 我的考试队 不在监控都看了 你还在教别啊 刘念 我现在就给你爷爷打电话 让他来愈合班处理这件事情 我老师不要给我爷爷打电话 学费的事情 我可以解决 告诉我你自己怎么解决 我奖学金还存了一部分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吗 我一定会想办法攒取学费的 好吧 我去帮你跟校长求求情 一个月 我最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谢谢老师 你们也不走吧 林山同学等一下 来坐 老师是有什么事吗 林山同学 这次成绩考的确实很不错 老师马上就要结婚了 想请你参加我的婚礼 同学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听说你要被处分 校长还要把你开除 这是我的事 为什么要和你说 你要去打工解决费了 不少人 请让开 打工 你要打什么工分 在一个月怎么这么贵的水费 来 那什么工都可以啊 住几店 餐厅 发传单 我必须得在一个月之内掌握所有的水费 你疯了 这么折腾自己你不用命了 对于你们这些有情难受 我们求人的命 本来就不算命 站开 你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是我平时攒起来的零花钱 你先拿着用 你就是在试试我吗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是我平时攒起来的零花钱 你先拿着用 你就是在试试我吗 什么 就是因为你家有钱 所以李山一句话 就可以让所有人都鼓励我 而你一句话 就可以让他们都不再欺负我 对于你们来说 像我这种求人 就是可以被你们随便行动的玩具是吗 盛丁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没有时间陪你们玩游戏 别让开 活着 我们在江城 一共有几家餐厅 原地店 还有其他店铺 少爷 少说也有一两百家 这回来 好 你吩咐下学 让这些店铺 都开始招收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 工资嘛 够付格温国际预科班的学费就行 一定又是李山干的 该死 什么呢 您好 您拨校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我求你了 我真的很勤快的 我们这里不缺人手 你去别处看看吧 走吧走吧 哎同学等一下 你是勤工俭学的对吧 对 那你每天放学来上班 每天工作六个小时 日薪三百 现在开工可以吗 真的吗 可以 当然可以 那现在就可以开工了 来 给二楼包间客人顺骨擦水 好 日薪三百 一个月就是九千 太好了 这下我一定能够补齐学费 我一定要好好干 你好你们的茶室 林莎 好巧啊 林念同学 我可不觉得巧 我考虑年纪第一 请班上的同学在这吃饭 你刚刚推了我 我不计较了 要不然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 我给你轮了位置 不用了 我在工作 山姐 你看她拖着茶水 这是来扶我们的呀 真可怜呀 为了那么点学费 放学了还要来餐厅 观察告示 这就是报应啊 谁让她嫉妒山姐考赢了她 就诬陷山姐 我给 我没有诬陷 好呢 大家不要吵了 我已经不计较了 大家都是同学 也就不要委屈她玩了 等一下 你还想干什么 冷静同学 虽然你不坐下来吃饭 但是 你现在还在工作吧 我们大家 可不等着你的茶水呢 来 快快点茶 倒茶呀 不然 我们就投资你 就是连茶都不用 活该呀 穷一辈子 到这里头吧 快过去 快点 快过来 快点 池姐 你没事吧 都是烫红了 刘涅 你好恶毒 山姐好心惊你吃饭 你居然用热水烫山姐 我没有 吃 汤了 我还要打狡辩 我们这么多人都看见了 就是你故意教的 对 肯定是你不满于科班的女的处分 会以报和珊珊 快 我们快送珊姐去医院 刘宁 你完蛋了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告诉顾总和校长 走 发言 怎么样 珊珊怎么样了 珊姐被刘宁故意温而水浇上 到现在还在急诊室里呢 傅阿姨 那个刘宁真的是太坏了 你们两个胡说八道什么 好了 谢谢你们 你们都先回家吧 博盛送他们回家 医生 我女儿的手怎么样了 一级踏伤 幸好啊 来了几时 不然肯定会牛吧 这段时间 一定要好好静养 千万不要弄湿的伤口 谢谢医生 好 珊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来干什么 你这么看 自生 把他带走 别担心 我 我相信你 你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等下姑姑来了 你说清楚就好了 刘宁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副总 你听我解释 我 解释什么 你还想说 是珊珊故意调换了达体卡 还故意把热水浇在自己身上来诬陷你吗 这些都是凌生的一面之词 那看到了什么证据啊 你所听到的 我也是一面之词吗 紫生 你讨厌珊珊 我知道 但是你看到珊珊被烫伤了 还想无动于衷吗 不是的 不懂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但你 不要再出现在我孩子的周围 以后 父亲讲学金 也不会再给你 幸好刘宁不是我的女儿 这么恶毒的孩子 我更加要照顾好珊珊 绝对不能让珊珊的生物觉得 我没教好珊珊 你不用解释了 我知道 对你们这些有情人来说 我们求人就是恶不做 刘宁 紫生 还不快走 刘宁 你很委屈很恨我吧 想要在玉克湾好好地度过 我给你的机会 明天晚上 一个人过来找我 林珊 我来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刘宁 我妈妈的车就在玉克湾附近 我没有时间再给你浪费了 你们看明天山吧 你跟我滚 滚得越远越好 这样我就不用再找你麻烦了 林珊 我从来都没有得罪过你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难道就因为我是贫困生吗 对 我讨厌你 我非常讨厌你 你讨厌我的话 我可以不跟你来我 我可以不跟任何人来我 但是我想要读书 我想考上大学 我讨厌跟你在同一片空气呼吸 我给你钱 你开个家 你要多少 不行 我 我不能离开 我爷爷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 身体不好 如果离开的话 他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林珊 求求你放过我 好不好 好 我明白了 你你你答应放过我了 你跟我来 你想干什么 这一切 都是你逼我的 林珊 你想干什么 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逼我的 林珊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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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你停止 珊珊 你不必须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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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 我把你从你生身边讲错 爱着了这么多年 还爱着你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 不坏了 都怪我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山上获得欺负了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伤到心灭 不错 不错 不是我做的 咱自己跳下去的 不错 到底是怎样呢 坏星辰 他会说这这么无耻的胡话 大董 刚刚我派人走访了小姐班上的统计 他们都说这个刘念 金金和小姐的矛盾特别大 刘念 已经几次对小姐出手 这些事情 都有理证 还有班上的王老师 你愿意作证 今天 我必须为我的女儿珊珊讨我一个共同 顾身 不可 啊啊啊我不做 我没有杀人 刘念 念 姐姐 念念念 你来来来来 我说 你对刘念干了什么 负责 妹妹现在还躺在手术室里 你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来治我我 你揪手做了什么 我走 我家天天 她是不会做出这种伤害别人的事啊 刘念 我要把她交给调查组啊 这种话 就等着你在法庭上说吧 招官 把你们推向天台的杀人凶手就在这 这位同学请您给我走一趟 叫他来他冤枉 这天大的冤枉啊 王爷子先起来 有话好好说啊 我将见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呀 永远把珊珊推向 人正物正俱灾 必须得到法律的严惩 老爷子 如果你孙女真是被冤枉 那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给他一个清的 现在呢 先起来不要影响我调查好不好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谁 有什么诉求 父子生你给我让开 让我跟他说句话 就一句 走了 别怕楼殿 我一定会查出事实真相 管你的精彩 你会没事的 都忘了吗 趕快走吧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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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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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影响我调查 别念 你爱你爱的哈哈 二 六一 进来 流念屡屡伤害山山 如果今天深山有什么三场两段的话 让他有一辈子来偿还 事实真相还没查清楚 可是滥油之群实要冤枉好人了 冤枉好人 自生 那个流念到底对你做什么 让你如此是没部分 没部分的人是你吧姑姑 我叫 求求你高抬贵手 就放过我家孽孽吧 生来就病苦啊 没有过过一天好人的 难道我们这身上就不病苦吗 你下山上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想过高抬贵手的 他绝对不是这种人的 他连才是一只蚂蚁都不忍心 他怎么可能去杀人的 不是 他这把龙兵做担保 我家天天他不是这种人的 我想在这里跟你们废话 防律就是一切 交易法力 你 羽兵 羽兵 你没事吧 羽兵 副总 霍律师 校长 王老师 还有小姐的同学 都到了 副总 我看了学校的监控 也听了他们的口供 刘念 故意伤害 罪名成立 副总 请您放心 我们一定替大小姐 他回公道 那个刘念 平时不声不响的 没想到这么坏 希望山姐没事 山姐一定会没事的 谢谢各位 国盛 先把他们对的聘听吧 各位请 对了胡总 外面跪着的那个人是谁啊 是害我女儿的凶手的 爹爹 刘爷爷 您赶紧先起来吧 傅少爷 求你帮帮忙 跟傅仲母求求情 给念见一个机会好不好 刘爷爷 姑姑他现在 已经被愤怒冲昏头了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 顾总 我给你磕头了 刘爷爷 刘爷爷 你别磕了 你起来啊 刘爷爷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刘爷爷的事情 我会查清楚真相 换他一个清白 傅少爷 太谢谢你了 只要 就念念 我这辈子 给你当牛做吧 不 我下辈子 我也给你当牛做吧呀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校长 麻烦您把抽事那件录像 给我也看过了 这个 怎么了 您不是带了 带是带了 只是那个 只是我不准校长为你提供任何帮助 子生 你铁了心想帮助那个凶手 我不劝你 可是你休想利用我们傅家 一分一毫的人脉和资源 姑姑 你到底是想查清楚真相 还是你单纯只想逼死刘念啊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 你到底是想知道真相 还是只想包庇刘念 副总 是医院打来电话 小姐她醒了 珊珊 你醒了 你吓死妈妈了 你为什么 你了解 你现在需要休息 不要乱动 珊珊 那天晚上 你跟刘念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为什么要害你啊 我记得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到底是想不起来了 还是编不下去了 珊 你在说什么 这个父子是 说的错读 我也装可怜 拆开话题为好 我都熬疼 我都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 医生 甚至这怎么了 你快说呀 副总 林小铁他坠了受伤 头部受伤冲击 现在需要进一口 不宜刺激 陪你们 还是先出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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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一块出来 陆女生 这么想要我女儿的命法 副总 不限中了万象 林小姐坠楼的时候摔到垃圾上得以缓冲 所以伤的并不是很严重 但是这段时间一定要尽量 千万不要再自己当他了 啊 国舍派人保护好小姐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在骚扰他 哎 哎听说了吗 你个父子生啊 为了刘念 吓着人闹疯了 疯了吧 为了一个外人 你自己妹妹都不管啊 喜欢刘念 可惜了 白笑这么好的脸蛋都搭掉 领事就是为在这个大街上的为事 但是玉珀哥们可是是为神标兵了 早的偏偏就在那天晚上 除了以华 才是想过 才知道 陈师傅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啊 傅少爷 您有什么事 你认识我啊 您是校草 你的成绩有那么好 我我我肯定认识 我想请问一下 前天晚上 这堆垃圾为什么没有及时请你二十岁在这 哪天出什么意外了吗 哦 呃 那天啊 好像是那个 不择 拉咱们的预科班垃圾的那个防卫车 泡毛了 泡毛了让这些垃圾在这放了一天 到第二天采发 那个傅少爷 是不是家长 投诉咱们预科班的这个环境吗 我可是一直精精业业在工作 你可别告诉啊 啊不是的 刀师傅啊 没人投诉咱们你别担心 啊好好行 那就好 你自己不少爷那我就举手坐啊 刀师傅啊 腿没事吧 哦 没没事就 摔了一下摔伤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看你前两天不是好好的吗 啊 就就前几天 嗯 年纪大了 这这这这不听什么了哈哈哈 我去吧啊 老曹我什么时候 您好还卫局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您好 我是预科班的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前天晚上 你们的环卫车帮忙是怎么回事 害得我们垃圾滞了一天 被很多家长投诉了 啊哎这件事啊 这件事实在是意外呀 也不知道谁那么确得 在路上撒了不少钉子 车子爆胎了 这件事我已经跟你们校长解释过了 哦 是这样了 那可能是校长忙 还没通报呢 马上了 出事那天 恰好有人在路上撒了铁钉 铁钉又恰好抓破了皇位车的轮胎 导致垃圾滞流 而这些垃圾又恰好救了灵山一命 同时 老早的腿还受伤了 会有这么巧的事 除非 是神伟 紫生我闯你老半天了 听说你跟家里关系闹得很僵 怎么说 带你去放松放松 换个心情 来的正好啊 非日 我现在呀 就差你这么一个富二代当忙了 啊 这个 紫生 你让我查 玉克班签结工老曹的住址干嘛 这个签结工身上 疑点太多了 我怀疑 他个岭山坠楼有 不少爷 啊 这个曹师傅 真的能帮咱们找出真相 环天天清白吗 希望 你可以回去了 哎 你过河拆桥啊 这么有意思的破案游戏 我怎么都要玩到底的 到了 这就是老曹的家 紫生 你要干嘛 敲门呢 不是吧大哥 私宠民宅可是违法的 我们不是正义的使者吗 这不太合适吧 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 留念明天就要上庭了 今天必须要插入警 老爷爷 你快劝劝他吧 这个恋爱脑为了您孙女脑子都快不好使 少爷 这小同学说的对啊 这这要办法叫我门的话 我让我来吧 你们两个都是神经病吧 我没事 严严严 别听瞎说 我可不是什么恋爱呢 我是为了真假和真 我没瞎说呀 老曹 你不说那事弄完了吗 就不再闹出这个警 这纯粹是不想让老娘休息是不是 你们 你们是干什么的 不会是小偷吧 姐姐 我们看样子像是小偷吗 我们是这股人家的亲戚 亲戚啊 那你是亲戚 也不能这样啊 这老曹啊 不在家 你们闹晚上再来吧 阿姨 您知道您刚才说的老曹说他完事了 不会再闹出动静了 是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他亲戚吗 干嘛问我呀 姐姐 就是因为我们是亲戚 所以才互相帮忙吗 这老曹呀 说起来呀我就来气 这人呀真是不错 平常啊也安安静静的 最近呢 不知道犯什么毛病 一到晚上啊 就大包小包的垃圾啊往家那 这一趟又一趟 来来回回 一闹腾就是一夜 搅到人呢就睡不好觉 这不前天晚上啊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在这啊堵着他 我告诉他让他消停消停 他告诉我说 这事一完呀 他就保证安安静静不再闹出动静 那天天晚上 那不是这什么事都晚上 阿姨 你知不知道老曹收这么多垃圾 他要干什么 我哪能知道呀 他就拿着个黑色的大垃圾袋 可能是捡的废品 装外快吧 那您知道 他拿着垃圾去你卖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 哎哎姐姐 哎呃要不 你再仔细想一想 是难为人吗 哎姐姐姐姐我们赶时间你想快一点 哦我想起来了 他们有人给我说看到老曹 往城中村西边的那个烂尾楼去了 你们呢往那边去看看啊去吧 喂 老曹 刚才呀 有三个人鬼鬼祟祟的过来打听你 你该不是在外边 不犯什么事了吧 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啊 哎 你们看那 那好像有点什么 是一块防水布 底下 好像东西 北远哎 不是点这个爷爷 好 刘爷爷 你是有什么超能力吗 不是什么超能力 是在这穷地方坐惯 老鼠一动 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这有老鼠的地方 肯定有点是吧 厉害呀 不过这个老鼠要收集这么多垃圾要干什么呀 哎 紫生 你干嘛 被家里断了自信也不至于翻垃圾吧 哥们有钱呀 少废话 帮忙 给你交朋友 这人倒八辈子血没了我 我 我 这 这衣服 货布 海绵塑料袋 这些都是卖不出去的呀 都是些很软的东西 这些东西堆在一起 就像九神殿一样 你们看 这栋楼的高度 是不是和我们教学都差不多 啊 啊 紫生 你在说啥呀 我听不懂 你快走 去告诉刘念 我已经找出真相 啊 我可以管他有情 不是 紫生 你起码得让我先搞清楚 好好好 少爷 真的找到真相了 放心吧 刘爷爷 刘爷有救了 刘念 你好好想一想 到底为什么要伤害同学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还在狡辩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你 我告诉你 你如果这个样子 我们很难为你争取宽大处理 刘念 你还年轻 现在的情况 对你很容易 如果你配合的话 后选还可以减刑 真的 真的不是我 看来问我们出来什么 再都会看成所 在里边老是待着 小妹妹 犯了什么事进来的呀 是偷东西 是抢钱 还是 小妹妹 我们跟你说话呢 以后出去了 还能相处照顾照顾 我们犯了罪的人呀 都是这么过来的 啊 不需要 不一样 我没有犯罪 他看不起我们呀 啊 那我怎么在这 怎么在这呢 干嘛呢 怎么在我 没事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老实点 啊 啊 爷爷 你啊 小心 不少爷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们休假伤害我女 热草 放假无息 我已经知道这所有事情的真相了 是你 都临山策划了一个 陷害流念的阴谋 什么 你为什么要害我女的 他不管你们的事 别挣扎了老曹 你收集了这么多绵然的东西 可以在一起 就算从高处落下来 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堂浪的楼 高度跟我们隔温国际差不多 你就是在那自己做实验 确保临山掉下去的时候 不会有事对不对 推上手 就是实验的时候落下的 对不对 别回来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啊 我是不会让你们伤害杉杉的啊 你把自己回来都不丢 你把毁了弩护着六年的人生 你们都知道真相 那你们谁都别想逆开他 你害我念念 我给你拼了 少爷 你快跑 告诉所有人真相 我念念 敬白啊 六爷你呢 你快走 我坚持不要挡大时间了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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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爷爷 啊 啊 你不做了 二二不休 我杀了你 我把你们都杀了 就没有人知道真相 甚至就可以永远做副驾前进了 啊 你们已经没报我了 好家无忌 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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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我就走着这一会发生什么事了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救救护车啊 柳一 啊 对 不少人 好好年 点 没有他 我的老头子 早死死了 是他 早了我早老头子 没有生死了 二二四 是 劉爺爺 劉爺爺 赶紧派人过来啊 好我知道了 子生我已经派人过来救劉爺爺了 不过刘念那边 由于情节严重 加上媒体的曝光 恐怕要提前开庭 他现在再去法院的路上了 哎呀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你快去啊 这里有我照顾 哦 去吧 刘念念你撑住啊刘念念 刘念念 听着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证明刘念是冤枉的 各位先生 请你不要影响我们调查 你们难道有冤枉好人 让真正的杀人凶手 交要法外吗 这所有事情其实是林山 和他的亲身父亲曹达华干的 在我们调查取证过程当中 有夜色准伤 曹达华 还有杀人灭口 我恳请调查局 释放刘念 拘捕林山 用其真正的凶手 曹达华 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我不要听你说我爷爷受了伤 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样了 不是 刘念可以保持离开 随时配合我们调查 你们干什么 我们掌握最新的证证 你涉嫌诬陷怕人 现在跟我们走一下 再走 我没有 你们不要冤枉 不是刘念跟你们说了什么 妈 救我看看 珊珊 你告诉我 这件事是不是值得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做 妈妈你要相信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 不要影响我们发案 再走 妈救我 救我救我 妈妈救我 国胜 带我去找紫世和留念 爷爷 爷爷 对不起 是我 是我连累了你 刘念 爷爷一定会没事的 刘念 我求你帮帮阿姨好不好 你写一份谅解书 就说 就说爷爷让山下的所作走位 不要让山下坐牢好不好 你要多少钱 一个亿 还是十个亿 阿姨都给你 姑姑你疯了 阿姨 阿姨 能念 求你 阿姨 求你了 姑姑 你到底想干嘛 等下你不走 你真不能通事 不懂 刚刚霍律师 那两话说 格文国际的相关人员被带走调查后 都看不出压力了 坦白了 小姐的同学们也都承认 说小姐 在玉克班长期霸凌灵念 还有王老师也坦白了 说小姐 是利用了老曹 更换了他和灵念的大提卡 帮他搞了 住口 有些事 还是出去说吧 别影响留爷爷养病了 陈克班长期霸凌灵念 迪克班上的人都说了实话 说小姐平时会换钱请他们吃饭 小姐不敢干的坏事 都让同学们帮着去做 还有那个王老师的男朋友 背地里收了小姐二十万 所以王老师 才帮着小姐隐瞒换大提卡的事情 那个王老师已经被开除了 目前的情况对小姐很不利 不行 神山不能就这么进去了 子生 你帮帮姑姑 你和刘念交情好 你说的话 她肯定会听的 你快让她写一份谅解书 现在事实都已经这么清清楚楚了 姑姑你怎么还执迷不过啊 凌生她不仅在学校拔凌同学 她还要指使老嫂伤人灭口吗 她得有惩罚 那就罪有贫德 子生 我有苦衷的 你有什么苦衷啊 珊珊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有责任法 你 什么 当年 我的女儿被人贩子偷走了 还丢到了垃圾堆里 涉事医院帮我找麻烦 就有珊珊顶包 我白白霸占了别人的女儿十八年 你知道吗 刚开始 我还以为能念是我的女儿 她所有的精力都吻合 可是检测结果 你却并不是 子生 是我 是我把珊珊处坏了 我有责任 在找到她亲生母亲之前保护好她 子生 你就帮帮我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以后 一定看好珊珊 不会再让她胡作非为的 姑姑 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德山 你去哪儿德山 地上 我要多请你请你 下班的明天再来吧 看里有二十万 麻烦你们 下班 好 傅少爷您稍等啊 傅少爷 你要的检测报告 我们赶出来了 傅子生 傅子生已经接电话 傅子生 刘念 你爷爷情况怎么样 我刚给的交完手术费 还预存了五十万 应该怎么都够用了吧 傅子生 你是 我是傅子生的好朋友 死的 那那你现在能联系到傅子生吗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 他一直不见 我爷爷 刚刚被你突然恶化了 被送进手术室了 你你你先别着急 我现在马上去找 好吧 你放心 我马上就 我马上就 你爸既然是孤狗的亲身女儿 怪不得 怪不得我就在这么亲近 你 子生 路总 你还想干什么 灵念 安音求你了 帮我杉杉 不是我帮他 那誰來幫我呢 我知道你還有怨氣 可是深山他不能進去啊 他要是進去了 這輩子就完了 可我不幫呢 瑟莎阿姨求你了 你也不答應 阿姨是不會離開的 等你 深山給我很重心 我不能猜是他的人生全中再會了 副總 那我的人生呢 我爺爺的人生呢 那下他毀了我的遺棄 那個時候 沒有借你幫我們說說話呀 流年 深山失做錯了 阿姨 阿姨願意彌補你和爺爺的 無論你要什麼 阿姨都會答應 劉合生家屬在嗎 阿姨 醫生醫生我爺爺怎麼樣了 我們已經盡力了 請加入進來 我是流年的爺爺 我替流年給大家賠不是了 不是 對不起 對不起小姐 對不起老師同學們 對不起了 流年你必須給山姐道歉 我不 流年做錯事了還不承認 那我就按校規處理了 對 不要開除 校長 我給你們貴仗了 求求你們不要開除我家鍵姐的 那學習好 聽話與校 거예요 爷爷 爷爷 你帮你 家住家 爷爷 家住家 家住家 请家住家 爷爷 当初 如果不是你见到我 我早就已经死在了 春山那天晚上 早就死在了那个垃圾堆里 是你 在我小时候早就晚过 过我上学 好不容易把我 走进了国际日课班的 我能让你放心 我从来没有在学际上 早见过 我一定能够搞上好的家事 找到好的工作 我一定能好好相信你 让你过上好日子呢 爷爷 爷爷 你答应过我 又看到我结婚生死的 爷爷 你把我从小养育到大 我再也没有机会 给你养老了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黎珊 是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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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爷爷 我 龙姐 你不能说 我 放开我 放开 你放开 不是 我能追回来 你 老师 求求求你 帮帮我 好不好 老师之前万全不知情 现在预科班开除了我 男朋友也跟我分手了 家里人也不认我 我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那你找我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 老师什么都没做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求情了 看在我们失声一场的份上 求求你 帮帮老师 好不好 帮不了你 神奇的帮凶 都是你应得的报应 老师之前也是被欺骗 我跟你一样 从小都是酷孩子 能学习才有现在的成果 求求你帮帮我 那你努力学习的时候 被人招包过卷子吗 被人诬陷过作弊吗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续帮我这一次 好不好 老师会报答你的 帮给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人都会犯错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呢 刘宁 你存心要毁了我的生活 是不是 我不就让你跟我一起颠备 跟我一起下地狱吧 看你这次往哪走 啊 你 往哪 啊 啊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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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只剩 不要啊 自生 我都一直了 一直 都是你 没有你 什么人都不会坐牢 那谁都会以为你受伤 我家都会被你害死了 那女 我家到底见了你什么 你过来自分远一点 造马兴 我要再看到你 滚 我爱了我爱了爷爷 还爱了自身 我失散关系 自身 千万不能有事 千万不能有事 不愧是谁 都帮我打发掉 您好 与父亲决定 我们副总现在在忙重要的事情 有什么事 你就和我说吧 我会转告的 你说什么 副总 您听 傅强 你亲生女儿没死 但你却要把我女儿来害死了 你说什么 你是谁 珊珊 是我女儿 我的女儿 是你害她无如期的 你将她从我手边夺走 你还毁了她的人生 傅强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我要毁了你女儿 你说我的女儿是谁 她到底是谁 你她女儿就是刘念 你个白痴 是我调换了你们的亲自鉴定报告 现在刘念就在我手上 不想让她死 来城中村附近的烂尾楼 一个人来不然 让她给你女儿生死 刘念 刘念 啊 喂 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喂喂 副总 我这就去安排人手 不 不行 我要 我要自己去 我不能让任何人杀害我的女儿 你要 要亲自去救回我的今生女儿 念念念念妈妈来了 你终于来了 你老曹 原来是你 师傅 刚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都看见了吗 我 我看见了 好 那你说 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刚 别紧张 说实话 有我在 没人能为难你 我刚刚看到就 那位林同学 他在很热心的帮这个刘同学抓 端到衣服里的虫子 你也帮他们 原来是这样 你之所以帮助珊珊 是因为你早就知道 念念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好后悔 你神山当初让我帮他隐瞒身份 好继续留在你们家做亲戚 没有拒绝 我如果拒绝了他 他也不会到亲戚的那个处去 十八年 我找了他战胜了十八年 全完了 老曹 你冷静一点 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跟念念也失散了十八年 我的心情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都是为人父母 都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你求求你 放过年年好不好 放过年年 你谁放过我女儿啊 我已经是个子女犯我杀死了 我就不介意再多杀两个 你冷静点 如果你杀了一个人 是很有可能不会被判决 死刑立即之行 只要你毁罪 自首 可能就只是无期徒刑 到时候 你的女儿还是可以去看你的 我 我女儿怎么可能就被杀人犯了 爹 你们男的都出去 然后你们都死了 那就似乎对咱了 呀 那他干什么 我怎么跟你说 不走 你还不走 可不可以 还没什么吗 怎么了 妈妈知道了 妈妈都知道了 是妈妈对不起 当初你出生的时候 被人把他拖走了 你原怕担责任 就把别人家的孩子和你换了 直到现在 妈妈在撤走 你是我妈妈 是 是啊 我的女儿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妈妈 他们都笑我 是没有人要的垃圾 只有爷爷爱我 现在他也不在了 可你还有妈妈呀 之前都是妈妈不对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好好地补偿你 好不好 好感人的 母女求人的 既然这样 那这位东西 怎么 是妈妈走了 都是妈妈走了 我不应该清醒别人 在你输了这么多的位置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我才不是让你吃到的爱了 老爸 你这个伤害我爷爷的手手 我一定会把你神之于罚的 既然你那么狠 你爷爷 那你就下去陪他吧 妈妈 妈妈 你别怕 妈妈 这个妖怪宰子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珊珊这么坏 都是因为他有你这样的爹 在血液里 都流淌着坏人的记忆 我不愿意你这么说我女儿 离我女儿远一点 再远一点 难道你这没有发现吗 甚至一直在利用你 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做爸爸 别胡说 女丈夫 你没有保护好妻子 作为父亲 你更没有教育好孩子 甚至你还在孩子面前 你做这么多的坏事 是你的拖鞋 我得生下个医生 你闭嘴 只要你死了 婶婶就能继承你的遗产 所以他就可以一世无忧了 你就去死吧 念念妈妈爱你 啊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又要抛下我 妈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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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让我看看这不是我们的首富千金吗 怎么落魄成了这个样子 你说什么呢 豪门首富真千金明明就是留念 谁知道让他这个丑小鸭 冒名顶替了这么多年 就是他居然敢骗我们 帮我们耍的团团转 哼现在看看 长的就是一副穷酸样子 就算披上了千斤的皮 也没有千斤的气图 就是不像留念同学 他穿的裙子听说是今年总秀新款呢 够了 爷爷 啊 一年了 我想你们了 爷爷 我现在 过得很好 进城不是集团之后 我再也不用担心 吃不饱饭 穿不上暖壶的衣服 你看 我今天 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我考上大学了 爷爷 因为你付出的一切 才走到了今天 谢谢 谢谢你 爷爷 妈 老曹 已经被判了死刑了 林珊 也疯狂不在 在这过去的一年里 我一直试图了解你 我才发现 你是一个好妈妈 为了找到我 你付出了很多 其实 其实 我一直没有和你说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现在 一切都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你也可以好好休息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的家人 但是到现在 我还是孤单一人 你不是还有哥哥吗 你不是还有哥哥吗 我还有哥